英國是一個很繁忙的城市 每天都會見到一群忙碌的都市人 這次介紹的屋苑叫Train Basin 是遠離繁囂的屋苑 它很接近Claric Park 它簡直是在River Train旁邊 由樂定咸市中心開車來這裡 大概10分鐘左右 整個發展項目說有350套單位出售 包括有2房、3房和4房 價錢由22萬5千英鎊至50萬英鎊不等 在網上看到 還有3個對正河邊的單位還未賣出 有8號的單位 要賣43萬英鎊 在網上看的圖片也不錯 還有17號的單位 它的售價也是43萬英鎊 而19號的單位是Anne Terrace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這個網址自己查閱一下 當日去現場看已經發現很多單位已經入了火 我們看到未賣出的3個單位 都是有露台的 而露台的設計也不錯 窗是可以 夏天就可以開了 而冬天驚凍就可以關掉 這次我要介紹的是一個二手的單位 它的位置是很接近Rest Bishford 而是在那三個望河的單位 其實從Rest Bishford 那裏開車過來大概6分鐘 不過你也可以慢慢沿著河邊走過來 其實一說起河邊 大家一定有點擔心怕水浸 其實在1947年 這裡發生過一次水浸 然後2000年又發生過一次 所以英國在2012年 已經耗資了4500萬英鎊 做了一個內陸防洪工程 經過這個工程完成之後 大概可以保護河邊近16000個房屋 其實這一區的水浸風險是屬於低級的 你看這個單位 走出去河邊真的很近 現在的業主叫價是275,000英鎊 他四年前買入的時候是用255,000英鎊買入的 單位又三層高 總共有1140呎 一入門口左手邊就是廚房 如果比起其他英國的Living Room 這個廳就小一點 不過都可以放到一個65吋電視 他也有一個後花園 不過就比其他獨立屋會小一點 樓下的洗手間是有窗的 然後上一樓看看 一樓總共有兩間房 左手邊有一間大房 不過就沒有獨立的洗手間 然後在對面也是有一間大房 兩間都是要共用一個洗手間 上到二樓就有兩間房 這間一定是主人房 因為它是有獨立的洗手間 這間一定是主人房 因為它是有獨立的洗手間 在書房走出去 你會見到一個天台的露台 在露台看出去 你會見到第二間發展商 正在建的第二期 我稍後會介紹這個發展商 大家看完這個單位 覺得如何 大家看完 今次介紹這個發展商 亦是很近河邊 整個屋苑分為四期 第一期已經完成 第二期便興建 第三期便獲得批准興建 但是第四期便不知何時 一二期加起來 有53個單位 今次我們看這個單位 售價是272500英鎊 代理給我一張價單 咦?第一期只賣三個單位 這個示範單位是排屋 總共有三個房 有兩層 佔地面積是1038呎 在門口泊車位 你會見到一個充電的插頭 一入屋 右手邊 你會見到一個有窗的洗手間 然後左手邊就是廚房 廚房裏面 都可以放到一張四人的餐桌 然後走出來便是一個放鬆的房間 這個廚房也挺闊 再走出來便會見到一個很大的花園 看完地下 接著我們上一樓去看看 一樓的格局是有三間房 有兩間睡房 和一間書房 一上樓梯 右手邊 你會見到這間睡房也挺大 可以三邊落床 床尾 還安裝了一個很大的衣櫃 接著一樓這間睡房便小一點 兩間房中間 就有一個洗手間加浴缸 不過這個洗手間便沒有窗 還要洗手間加浴缸 還有一間小的小小的砂漆 在小房間的隔壁 還有一個細小的砂漆 小的砂漆 主人房便一定是在二樓 一到二樓, 右手邊就會立即看到一個露台 即是整個二樓都是主人房加露台 現場看和網上看的圖片都差不多 不過整體來說, 主人房也算很大 不過我不太喜歡洗手間的設計 對, 那個位置開門口位 好像很奇怪 或者要把床移一移 去洗手間門口位 其實香港也是一個繁忙的城市 好, 今天就和大家看著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倒閉 出役